想問一下就是剛剛顧立雄有說就是關於徐春一的這個問題 就是政黨有責任揭露那個你們不分區立委提名人跟中國的關係 他們認為就是中國還是一個敵對的那個勢力 然後另外一個是剛剛激進黨也有批評就是蔡壁如多次去中國交流 那也一直有被統戰的那種嫌疑 那第一點如果去中國就有被統戰的危險 我們目前台灣去過大陸應該有幾百萬人 所以怎樣這幾百萬人都中共同路人還是 這第一點第二點你剛才問那個朱立雄說的是 我覺得作為國安會的秘書長更要清查他們民進黨的 與中國親中舔共的這種立法委員擔任外交國防委員會 是不是應該立刻展開調查要說明清楚 還有鄭文燦那個照片是台灣的還是澳門的要清楚 因為澳門也是在敵國的範圍內 國安會秘書長不是要做這些事情嗎 那個已知現刑犯不處理 老實去講那個可能的未來犯 現刑犯不處理處理未來犯 國安會秘書長失職 還有沒有下一題 謝謝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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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